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捷舞这个东西它会上演的 自己认为帅自己感觉酷 你想怎么办就行了 它是没有局限性的 让自己每一个关节都融入在其中 我认为的舞蹈就是快乐 Love and Peace 我叫江巴旺丹 来自西藏拉萨 今年27岁 跳街舞已经13个年头了 舞蹈给我的就是快乐 因为我们都是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 音乐又是即兴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 要调整到最好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就这种 就特别能在街舞的舞者身上能体现得来 街舞跟我们传统舞蹈最大的区别就是 街舞它是没有局限性的 它是属于一直在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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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传统舞蹈 与现代舞蹈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结合点 我们也发现像藏族很多舞蹈像踢踏 都能从里面能找出很多街舞的一些元素 融合越多说明这个文化的价值就越高 十三岁左右 小学刚毕业了 差不多那会儿 当时是第一次通过电视画面 看到 原来这舞蹈还能这么跳 就觉得很酷 很帅 当时也没有正规的一个教学 可以让你去参考 完全就是看别人怎么跳我就怎么跳 当时没有练的地方 每天晚上十一点 我们会在拉摆的一个瓷砖地上去练习 每个手指我都处个两三次以上吧 这个成就感目前我除了在街舞上面 其他的领域还没有过这种收获 我们家三代人前两代都是跳传统舞蹈的 我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 两位都是西藏舞蹈这块一个老艺术家 爷爷的话曾经担任藏剧团的团长 奶奶的话开始是从西藏秩序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后面又转入到浮画行业里面 以前跳舞他们还是很不容易的 像爷爷奶奶第一次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时候 都是从拉萨骑马自己背着服装去北京县里 这样一个作品 父亲的话现在还是在西藏秩序歌舞团 担任舞蹈队的队长 大一二三大五六七 对了一往上钩 至于我儿子喜欢街舞的这方面 原先我也反对过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我们民族的舞蹈 他接不上 从穿着打扮 包括头发 开始就觉得不适应 也接受不了 上大学书后 本身他考上的是北京外语学院 他说爸爸我要去吉利大学 最后我了解了后 吉利大学有个街舞班 我也就没有再多去责怪他 刚刚说过了二六 内地高校赛是比较多 有时候参加比赛拿了奖 把奖杯什么的摆在家里 那时候开始父母也对于我做的这些事情 他们也有了慢慢的转变 这个是我在十一年前拿的 然后一个冠军 然后这个的话是Yakata Street 我们队K-Hop一对一的一个冠军 我以前的目标 就是想在国内好好跳舞 后面的话我就缩小了一些 我一直留在北京 家乡这边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以后回到我自己人家之后 我会很心酸的 我是从2014年开始 接任D&T街舞团队的负责人 整个团队里面一共有53个成员 有医生 有警察 有教师 有从事银行业 通信业 公务员 还有学生 像已经工作了的 他们也会下班之后 再去排练厅 再去练舞 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 所以你会把自己的心态 会投入到比赛或者演出里面来 这样的流动性 几乎为零 我们也在西藏曾经组织了街舞走进校园 走了五个高校 通过街舞的一些工艺演出 走进拉萨市西藏自治区 儿童福利院 SOS孤儿村向全区 就是进行一个宣传 我们西藏5月29号将会成立一个中国舞蹈家协会 街舞委员会西藏常务理事单位的一个成立仪式 以后在西藏所有开街舞工作室的人 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不断地在完善 不断地在优化 从当初不被人认可 到现在的能去考街舞的大学 能获得街舞的一些本科以及专科的学历 我们也是按照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脚步 像现在这样慢慢地跟自己团队的人 跟西藏街舞圈的朋友 一起把这个文化做强 做大 能够也让西藏街舞在整个中国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